然後現在是6萬多 直角利息 那妳在診所現在這樣 診所平均月薪 我大概可以付利息吧 大概可以付利息 所以這裡可以每個月給妳6萬多 沒有啦 我大概可以啊 就跟你講的啊 你知道多少錢啊 之前好像報紙說4萬 週刊寫4萬多嗎 差不多 4、5萬差不多 大家可以來幫我增加業績嗎 妳是抵薪然後再加業績的獎金這樣子喔 對 那這樣還要幫燈會做經濟嗎 那經濟我現在已經那麼熟了 都是遙控啊 妳也不用到現場 我不用啊 也是也是 是這樣家家真的可以就付每個月的房貸欸 幾乎可以 那其他都是燈會付 對啊當然啊 就學費啊小孩的什麼 其實多少都是我燈會自己啦 那我媽已經有能力了嘛 他現在 幫憲哥做那個 對啊 其實還不錯 還不錯 他可以看過他自己 他想玩就玩 他想幹嘛就幹嘛 可是他還是會跟燈會要錢啊 保姆費一定得要啊 只有保姆費嗎 只有保姆費嗎 妳確定 他就只有拿保姆費 他不會多拿 喔 保姆費是每個月多少錢 三萬五啊 三萬五喔 行情啦 行情 不是行情 是 台北一個24小時的 兩萬四一個 喔 那這樣算便宜了 起碼這樣算便宜了 我有三個 喔 欸那妳有沒有算過 妳們一家 這樣開銷每個月要多少 喔很高喔 起碼要37條 就是房貸加保姆費 對 全部 學費 男孩子的補習費 對 就孩子的教育費 對 因為 越大越花錢 對 有生小孩就會知道說 其實 越大越花錢 其實你還是baby的時候 真的不會花錢 對 就奶粉尿布 你在baby的時候 比較沒有存考他未來的 學費 教育費是最貴的啦 有能力送出國嗎 我想去日本拿 妳說去日本念書啊 可以嗎 其實都有在幫他規劃 但是 還是要品書啦 我說妳可不可以厲害一點 妳那種獎學金 沒有辦法 不是 不是那一款的 學吧 可以自己 學費就cover獎學金 自己自主 不好意思喔 沒有辦法 但日本比美國便宜吧 欸 不一定耶 看學校 喔 但是如果是以消費 就是赤注 以日本這樣 因為日本現在 對日幣有跌 我們一直夸換日幣 對啊 所以還是比那個 美國加拿大便宜一點 一定啊 你看美金現在多少 對啦 很多匯率去想都不知道 對 日本一定是現在比較不行 對 房子也便宜啊 是 但是房子 反正日本蠻保護自己的 因為我有去了解 後來就覺得放棄 對 欸三個小孩現在各自幾歲 太后十四 十四嘛 十... 十一啊 然後八歲 喔 都真的要花錢的時候耶 天啊 那原本的房子呢 賣掉了 馬上賣掉啊 就賣掉 人家說要去解除 可是 可是 浩然姐跟我說 現在沒有人我去解除的概念啊 對啦 房子就幫你帶財就好 現在房子你不賣 你怎麼買得起下一間 可是 你賣掉了 然後還要賣股票 才買得起第二間喔 因為有時間差 嗯 喔 對 啊我時間差 來不及付第二股款啊 對 第一次要付300 第二次要付600多耶 所以要先賣股票去cover那個空創期 對 那你那時候那間房子 TGS賣掉 應該賺好幾倍了吧 沒有賺好幾倍啦 多少賣 當初買多少 當初買多少 當初買大概一千 那麼 那家裡利用我大概一千八 那賣的時候咧 兩倍 沒有兩倍啦 一倍多有吧 賣2600啊 喔差不多啦 差不多 一倍 對啦快一倍多差不多啦 算有一倍嗎 沒有啦 沒有但是 但是那幾百萬也是一個 一個 一筆 那個啊可以cover的費用啊 是啊 對不對 就有賣了你才可以再往前 賣向第二間嗎 現在就是在思考 因為 因為除了台北的房貸 我還有高雄的房貸 喔對對對 那我就是有在思考說 要不要把高雄的一間 還掉 可是一直被罵北欺 為什麼 那你 你說你 你房貸 如果你 如果你是500萬好了 那你500萬 你是要把它拿去做投資 去有利息來cover你的 還是你就是還給銀行 喔 看你 但是你要給投資標的好啊 對對對 啊高雄的不好嗎 高雄房子其實 賣都是賺 因為我們住很久了嘛 但是因為賣房子才知道說 你房子持有越久 你土地增值稅是越高的 喔 懂相對的 因為你房子是沒價錢 是那塊土地在有 喔 所以你土增稅其實 都要繳十幾萬 天啊 我們社區另外一戶 那個屋主持有失念啊 他說他繳三十幾萬土增稅 你是說一年繳三十幾萬啊 不是 一個月 賣掉之後就要繳三十幾萬 三十幾萬土增稅 超多 天啊 所以是土地在執行 所以為什麼買房 老一輩買房就是買土地 對 那個觀念 不是說今天房子 對 多久他如果有錢他都買 喔 因為是一塊土地 喔 那你高雄那一間是 現在自己是誰住 空在那邊 土地啊 泥地住 那我媽回去會住啊 喔 那你賣掉他們就沒地方住了啊 所以不會賣啊 對就是放著 但是也是你在繳 當然是我在繳 你只有我媽幫我繳 走走 哈哈哈